欢迎回来日水中 如果说要根据人类有形的文字记载来计算的话 那么狂犬病在地球上至少存在超过4000年的历史 不过到现在人类仍然没有办法使狂犬病绝迹 东晋时期中国的中医葛洪 曾经尝试寻求治疗狂犬病的方法 葛洪还大胆推测狂犬病的解药 应该是藏在染病动物的脑子里 果然后来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研发 世界上第一支狂犬病疫苗 就是利用狂犬的脑组织来进行研究 但这已经是葛洪过世1500年以后的事情了 讽刺的是人类在找出狂犬病治疗方式之前 竟然先想到的是要利用狂犬病毒来做生化武器 希望借由病毒的扩散造成敌军大量死亡 据说达文西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构想 不过幸好爱好和平的他 最后并没有付诸行动 狂犬病在历史当中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 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 都曾经有大规模的流行跟爆发 而且始终没有办法从人类世界中根据 他被视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怎会没来由地反目扑咬 让人染病抽搐发狂 四千年前的古人 面对这场攸关生死的挑战束手无策 四千年后的今天 狂犬病依旧救人闻风丧代 狂犬病的英文名字叫Rabbit 它源自于世界最古老的语言梵语 而在梵语之中 它的意思叫做狂暴 从这个形容词就可以知道 它对早期的人类而言 被视为是毒蛇猛兽 而它剥夺人民暴虐的情形 是人们无法去抵挡的 所以只能把它称之为狂暴 至今这个以狂暴为名的疾病 依旧无法根绝 狂犬病最早的记载 出现在西元前两千三百年 美索不达米亚的 埃什努纳法典中 如果司主放任疯狗咬人 将处以重罚 历史学家推测 现行文字中所苛凿的疯狗 就是罹患了狂犬病 而在中国狂犬的出现 更被列于史书当中 在左传 其中既有鲁湘公 十七年十一月 甲午国人驱逐风狗 那说明了我国在两千五百年前 不但已经有狂犬病存在 而且当时这种风狗对人类 危害相当的大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早期的时候这种狂犬病 是会被人民驱逐走的 而且对它的危险性 人们也都具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举凡只要看到有相关的现象 不仅会把它集体驱逐走 而且还会列自于史书 做成记载以避免重蹈覆册 既然狂犬出现 必须列入史书 代表着狂犬病在当时 已经造成极大危害 中国历代群医 怎会坐视狂犬病猖獗 东晋时的葛宏 就是全世界首位将狂犬病的症状 与医治方法 明确写进医书里的中医师 他在东晋时期 也就距今大约1700年前 他著作一本《咒后方》 那这本书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咒后方》的这个名字 如果用我们现代的意思 来了解的话 有点像随身手册 《咒后方法》里面 它有记载 这个狂犬病它发作 是差不多7日为一个周期 那能够拖过3期21天 那表示这个症状 大概已经基本获得了一个控制 那可是一定要到达百日以后 都没有再发 那这样才表示这个疾病是痊愈 那这个跟现代对狂犬病的认知 它的潜伏期 不管它的发作期 还是它整个这个治病期 都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当时的葛宏 已经对于潜伏期有了初步认知 更能明确地点出 狂犬病是透过狗的唾液 进入伤口感染 尤其病人怕光空水的症状 葛宏也想出方法 对症下药 在走后方的第七卷 第24章 那记录了20个 可能是寄治疗全咬伤的方计 所以凡是被狗咬伤该如何应对 在这20个方计里面 大概都可以去对症下药 而其中有一个 就是针对被狗咬伤最严重的狂犬病 该如何治疗 发病的人会害怕声音跟水 所以这样的人特别爱医治 必须在暗暗的医疗室当中 蒙住他的双眼 然后用布让他吸引那些水 免得他连水都喝不下去 就无法医治 不过轴后方治疗狂犬病的方法 唯独有一条引发极大争议 就是写到 杀索咬犬 取脑肤脂 后不复发 此方无非是想以毒攻毒 但却有着极大漏洞 因为他观察 有些被狗咬伤的人没事 有些却有事 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 通常疯狗的唾液特别多 而且所以他就认为 搞不好可以以毒攻毒 他说要去把咬你的那只狗的脑袋瓜 把它取来 然后把它磨碎 敷在这个伤口 其实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样子是反而会 更容易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神经病毒 直接从伤口感染进去 可能反而会把轻症搞成重症 或是急重症这样子 在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之下 对狂犬病的误解 其实层出不穷 在中世纪的欧洲 甚至将狂犬病与狼人混为一坦 最有趣的是 狼人什么时候变身呢 月圆的时候才变身 那你不觉得这种描述 很像狂犬病所谓的浅和气 以前的医学不发达 像这样得了狂犬病 结果演变到最后 变成狼人的传说 讽刺的是 这样一个与恐怖传说 画上等号的疾病 古人还没找出根治的方法 却先想到拿狂犬病毒 来自相残杀 早在西元前 更有了利用狂犬病毒 当作奢化武器的恐怖构想 狂犬病如此可怕 所以古代的人们 一般都是必诸唯恐不及 不过历史学家 后来检视了古印度的典籍 发现里头有一事将狂犬病 作为生化武器的构想 五毒类的毒液 然后混合色香鼠的血液 那为什么要用色香鼠呢 那你先要有一个概念 那就是狂犬病 不是只有狗才会有 猫 狼 蝙蝠 老鼠 都会对狂犬病 而色香鼠显然 也会带有狂犬病的病毒 那它把这种老鼠的血液 跟毒液混合在 那完毕之后呢 再给它涂在剑上 做成毒剑 那被射到的人会发疯 然后而且会去咬人 然后把这种疾病 一路传下去 那它会一传十 十传百 最后把整个敌方 全部都瘫痪 这样利用病毒 制造敌方大规模的死生 不正是现代生化武器的雏形 难道古人也懂得打生化战 原来早在战国时代的中国 就懂得将弓箭 沾染排泄物或脏水 让细菌成为箭头上 最致命的秘密武器 就是利用这些 可能上面沾染了这种 不干净的这个液体的 这种弓箭或是武器 让敌人在受了清伤之后 也会溃烂的外面的死 所以在战国时期 几乎各个城市 都会有这种储存排泄物 甚至储存脏水 用来杀伤敌人的这种观念 这用现代的观念来讲 那就非常明显的是 利用生化武器 来增加冷兵器的杀伤力 中国很早也有类似 这种生化武器的概念 据说在东汉末年的刺壁之战 当时曹操的曹营的士兵 感染了瘟疫 那很多人因而并发身亡 怎么样 因为有这么无减 疫情比我下降的 还要糟糕 难道赤笔之战 曹操的八十万大军 并非败在周瑜的运筹帷幄 也不是诸葛亮的妙计借东风 而是输在瘟疫上头 翻开三国志无书周瑜传 曹操战败后写信给孙权说 赤笔之意 只有疾病 孤梢传自退 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明白写道 曹操自己也知晓 曹军大规模感染瘟疫 还变成是自己把连环传烧了 白白送给周瑜打胜仗的美名 但事实的真相是曹操其实一度想利用瘟疫 当生化武器 作为反击 曹操灵机一动 就下令将这些揽了瘟疫的士兵尸体 把它放到河流之中 让它流向无垠 那希望借由着这样的方式 让吴国也感染这样的瘟疫 曹操为了打赢这场胜仗 居然不择手段 想到利用这样的生化武器来克敌制胜 原来古人也深谙生化战的威力 如此看来 古印度企图将狂犬病毒当作武器 也并非不可能 尤其狂犬病毒致死率直逼百分之百 古代更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 让这样的生化武器构想 可能一度出现在大艺术家 达文西的脑海中 画出最后的晚餐 蒙娜丽莎为孝的达文西 他其实不仅是大艺术家 而且他也是一个军事武器专家 原来在当时文艺复兴时期 全世界都有频繁的战争出现 所以当时米兰跟佛罗伦斯的体制者 还特别聘请达文西 来担任他们的军事工程师 所以达文西当时为这些统治者 规划了军事防卫系统 以及发明一些新武器 达文西就曾经想象过 然后把狂犬病 拿来应用在武器上头 他的想象是把 我们的T霜 蜘蛛的毒液 还有狂犬病的唾液 拿来混合 然后再加入流氓 加入流氓要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做炸弹了 然后这样投射到敌方 炸弹一开花 整个毒液就失射 众所皆知 达文西艺术造诣 登峰造极 更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却鲜少有人知道 达文西也发明过不少武器 据说狂犬病炸弹 就是其中之一 幸好这样的构想 并没有付诸实行 因为达文西天性 爱好和平 向往自由 更讨厌战争 所以从来没有将这个 狂犬病炸弹的设计概念外流 或许这也让文艺复兴时期 躲过了一场大规模的死亡浩劫 他有没有想过说 可以使用疫苗 或者是使用那种污染过的细菌 来感染敌菌 老实说这真的是存疑 但达文西对于人体的内部扩造 是很详细了解的 因为他曾经画过一个非常精准的解剖笔 所以也许他也曾经思考过 对于人类的那个肉体的破坏 除了外在物理性 也可以利用这些细菌 或是可以感染敌人的防御 但他所留下的达文西底纪里面 没有明确记录 那幸好达文西没有真的将它复苏实现 否则将会成为人类的浩劫 成为继中组世纪的黑死病以来 再一次的一个16世纪的黑死病 如今狂犬病不再是无药可医 医学的进步与发达 更让它的神秘感逐渐退去 但回顾过去 人类一而再再而三 企图拿狂犬病当作生化武器 或许真正可怕的 不是狂犬病毒 而是人形 我们刚刚也提到 关于狂犬病的文字记载 早在西元前2300年就出现了 一直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因为瘟疫 狂犬病等疾病流行 有人就猜测了 那么心血鬼的原型 会不会就是狂犬病患呢 因为有一些征兆的描述 真的是很像 我们休息一下